以龙虎异象造型闻名的白石湖吊桥 位于台北市内湖区 启用至今已13年 因部分结构秀石 自今年7月1日起进行更新工程 而三角下的B山路 自10月1日起因道路施工封闭 让不少旅客吃了闭门羹 白石湖吊桥位于内湖壁山沿停车场旁 全长116公尺 是北市第一座大跨巨吊桥 设计以桥生龙虎异象造型闻名 仿佛一条巨龙盘飞越过山谷 由于山区湿气较重 经专业团队评估及建议后 开始进行桥面更新作业 这次更新设计会维持吊桥原有的龙骨造型 完工后会提升设施使用安全性 及降低整体维护成本 预计明年7月重新启用 通往毕山沿的毕山路 也因为下边坡及路面改善工程 封闭区段会随着施工进度而改变 虽然可由通往金龙市的内湖路三段256号 衔接到中段毕山路 不过仍有不少旅客不熟悉路况而拜信而归 让原本因吊桥施工的白石湖社区 生计选上加霜 意计明年1月才能全线完工 生意一定会影响但没关系 客人因为14年一些老主顾 他们都会绕道 走台北大众走 风贵嘴 还有大众走第四段 是大沟西到圆绝瀑布 到圆绝市就到我们这里 所以不会经过吊桥 所以一些山友还是会过来 无论是拆桥还是丰路 都是为了保障旅客及当地居民通行安全 在施工期间可利用替代道路 前往白石湖社区 或是搭乘小二公车抵达 也欢迎有兴趣之民众 从捷运大湖公园站步行 沿着大湖山庄131项进入大沟西步道 衔接鲤鱼山步道 网上步行约一小时 即可进入白石湖社区 公民记者贵学姐台北报导 公民记者贵学姐台北报导 语人出品 优优独裤 说明啊 二公子 感谢观看